SOMO SSN 这是凡粒机 这边是电源 这个是数量显示的 我现在做了33粒 可以归零 看看这个参数 生产数 现在生产数是多少呢 按一个 量目修正 现在是18克 这个芥末就不用看了 一般是6 阿叔给我们调了4 速度2000粒 最少2000粒 最高3000粒 这样的话 生产数为0 由0开始 前面33粒算数了 现在正常行走 看到这里 红绿灯一着 这个刚才 就是说穿了 吊住就不走 我一拾开它 就走 那一拨开它 走 那一拨不接 就在后面上来 这样可以在后面上来 撿到最后一粒 那它就一路走 就开始走 那在前面那里 一边吹住你 这样就吹住 撿一粒 走一粒 就吹住你 放 那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都可以的 只有一粒 走一粒 那如果有些 饭头饭尾的话 要撿 好像这里有些 饭头饭尾的话 那我们就在后面撿 那后面撿有一个好处 那是什么呢 将这个版面 及时的饭头饭尾 放进去 最后一撿起一粒 保持那个版面干净 那现在这样就響了 那就是说呢 里面那里 因为我们是司机 没有煮好多饭 饭有限公司 那就是说 饭头不多了 那就是说 给我们听 饭 那听到了 接完之后 的话 现在还听到声音 上面是爬饭 不停地爬下来 但是呢 未必有饭 看不看 这里没有饭出了 那 那 饭尾怎么样呢 那 如何处理饭尾呢 那 停一停 停止先 按个停止 按个停止 拿起个饭兜 其实这里还有一些饭尾 要清饭 那怎么办呢 就这样 我们将这个 拿起 将这个饭兜 这里拿起 看到了 有些饭在那里 有些饭在那里 那我们将它拿起 拿起了之后 用来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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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这个电眼 遮住 遮住 就把到饭 拿起来 舌头拿起来 然后 遮住 有饭,清掉这些饭尾,一会儿就清掉,不用那么麻烦 到时候就清掉,遮住之后,我们就放进去,当它有饭,继续混合 我们下一步就清饭尾,请后退两步,因为地方少,没问题 不要说那么多,好了,我们就继续混合 这样,我们就继续混合,刚才没有饭,先把饭拿起来 看,清了饭尾的时候,就看到有些饭多,有些饭少了,到最后没什么 好,现在看到了,饭尾都没有了,基本上就清掉,清掉的时候,我们就按这个停止键 这样就开始洗机了,基本上是这样操作,清饭尾和这个东西 接着我来看一下,我看看,是没有这个位置